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回到训组了 大家好 又是我Middoji 这就是OMG Special 和大家组织LEGO 为什么死都要押韵呢 千呼万换 终于推出了一个新的回到未来系列 10300 我对这个系列很期待 事关是一段前转的 我们回到2012年的时候 LEGO IDEAS网站前身 LEGO Cruzo 就在官方网站给素人投稿上去 我想有这样的想法去推出LEGO 放上去 然后就被人投票 到了某一个票数的时候 LEGO就会真的推出那个系列 在2012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砌了一架回到未来的DELOREN 很漂亮的 就投稿了上去 就趕快就帮忙投票 这样 当时是 旧票数是 过了不知一万个 然后呢 奇怪事发生 就是LEGO竟然没有将 旧票数的回到未来系列 是即将推出了 反而是将那个project 整个是lock approved 那刻真的生气到我了 LEGO lock approved 那件事 之后呢 我继续去找到其他素人 就放了一些instruction 上去 自己找料砌 这个是好几年前 我自己上网 找instruction 然后自己 周围去找料砌 这个DIY的回到未来车 这个绝对不是新10300砌出来的 这个 10300我是还没开箱的 当然在这个10300之前 它是有出过回到未来 但那是一个很小价版的回到未来车 我就觉得很噁心 完全是接受不了 这个就是那时候半度而为之作 这件事我就放下了好几年了 就想着 算了 都放弃了 谁不知 来到2022年 LEGO终于推出了一个 似仰点的回到未来车系列 我们快点开路尾箱 1 2 3 4 5 好 那我已经教你了 头10包是一辆车的 11包呢 就应该是转装的 就由第一包开始了 其中一个难砌的位置 就是这个 橡筋彈起的绿的机关 这次它又用了一些 shiny的银色件 这就很漂亮 说明书上面的shiny件 它都会有一粒星星显示 让你不要拿错件 一乘二的DMC鞋 这个龙组仪式 就是要拍一拍Marco 车牌啊 DMC车牌 顺带说一下 这个DMC的车牌 它是不需要贴纸的 它是特意是 应该是尸望引进去 是啊 DMC车牌很漂亮 神经病 先弄个车手椅 哦 哇 其实是动不动的 哇 轮到这个大车枪了 这次Nego就细心了 车枪用一些胶纸包住 就不用怕盒子里面 给其他散件刮花 这个就是灯的开关键 它的原理就是靠绿色的半圆 就坐在开关上 疑问就来了 那盒灯放到它这么硬 要换电 怎么换呢 可否要拆掉整个Nego车的互电 牛灯的形状 由那门 好疗愈啊 看着这个画面 看着这个画面 我觉得整个车最漂亮的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特意要拍一拍视频 装这部分的时候 哇 这部分真的有点难度 跟着是这样 在说明书上 黑色和深灰色是挺难分的 对啊 有时也会看错 用错砖 黑色和深灰很容易搞错 小心点 今次这一乘二的斜砖 真的 无限量那么多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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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拼到多少粒 一二三四五 好 好 现在车弄到这个状态 现在剩下四个开子 跟车原野 reus 一样 小容 Joseph 说明书 到这个阶段 按键 就叫你选三集的其中一个模式 就完成了 这个3集也那么健康 为什么呢 雖然我很怕貼Lego的貼紙 但是這個貼紙真的要拍一拍 我發現我這盒是有缺件的 我有兩個視的大袖偏偏缺少了這條東西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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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終於完成了這部車 最後我選了第三集的模式去完成 因為不知為何我第一集的模式是缺件 反正我都喜歡第三集的紅色輪胎多些 紅色輪胎好像搶眼很多 還有車頭這東西好像很有型 這兩個反屋的機關 令這部車都很難改為電動 我想如果要改為電動的話 就要犧牲這個彈彈的設計 Lego這次將這部車一盒這樣出 有三個模式可轉移 但是有些件其實是第二和第三集 可能會分享用 總之有很多裝裝拆拆東西 它可能會被焗你再買兩盒 我想是這些策略 那個火車軌的模式是沒有的 我看到網上已經有些發燒油 已經是自己DIY用了第四個模式 我也很喜歡Lego這次出的 左手面這架就是小弟很久以前 半途而廢的DIY Delon 而這架就是正式10300的DIY Delon 可以看到新這架真的大駕很多 但是我比較喜歡車尾斜角這個設計 這架斜角磚真的找了很久 新這架就是單邊斜 我覺得這架斜角磚 這架是令車的跑味更加出一點 好… 好… 這次和大家玩Nego就已經玩了這麼多 之後我們會用上機鏡頭 希望大家subscribe,like,share這個頻道 Bye